剪一段15厘米的铜丝 对着铜丝穿一颗铜丝 把铜丝拧紧 一共做5颗珍珠 现在做花瓣 需要用一根长铜丝做5片 铜丝拿出来不要剪断 铜丝故 若果 confiance 花瓣 石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插完之后再绕铜丝三圈 然后放下一个纸片 插完之后 将两边的花瓣对折 再绕一圈铜丝 然后把开头的铜丝拿到右边去 继续用左边的铜丝 插下一个纸片 接着用同样的方法 插完剩下的四片花瓣 插完之后把左边的长铜丝 再多缠一厘米 打接一次 用打火机烧一下线头 铜丝留五厘米 后面的剪掉 把花瓣上面捏尖 太滑线的话可以对折花瓣再捏 打火机快速烧一下 尝好的花瓣 可以更平整 取适量花蕊对折后 从中间剪断 把花头捋整齐 用和花瓣一样颜色的线 挡几圈固定一下 用剪刀修剪一项花杆 把花瓣放在花蕊外侧 将两根铜丝包裹住花蕊 在铜丝外侧绕线 花瓣有铜丝的一面在外面 花瓣绑号之后 把下面的铜丝绑长一些 再结尾 把线卡在铜丝中间固定 将花瓣内卷 再调整一下形状就可以了 这一步用手指或者笔杆辅助都可以 一共做五朵花